欢迎收看喵娱乐 李子柒回归后 让网友深切明白什么叫做顶流 11月12日 李子柒魁别四年后 一口气发出两个视频 观看次数突破两亿 而这只是李子柒在国内的视频播放量 李子柒在国外也有2000多万粉丝 一条视频的播放量达到了400多万 很多国外粉丝对于李子柒回归也十分惊喜 泰媒等多的官方外媒也大力报道了李子柒付出的消息 李子柒一股作气 在付出第二天晒出了新的视频 再一次让人眼前一亮 这次李子柒亲自制作了一朵绽放于鼠井之上的绒花 李子柒从养残开始 骚丝 制造一个个细节的展现出来 最终还做成了一朵紫色的绒花 成功出炉的那一天 正好是李子柒的生日 她穿着用自己养残吐丝制作出的鼠井 在别上自己亲手制作的绒花 在朋友唱完生日歌后 缓缓走向旷野中的钢琴 弹唱了一曲《王妃的如愿》 画面简直太美了 有网友感慨 李子柒消失的这四年居然连钢琴都学会了 实在是无所不能的骑女子 知情人透露 李子柒曾在酒吧打过蝶 有一定的乐器基础 但她学习新东西上手确实很快 再看到李子柒弹唱王妃的如愿 网友除了被她美到外 也被她的执着和坚定感动 她这四年来多有不义 可正如如愿歌词中所写 李子柒尝过酸甜苦辣 最终奔向美好明天 李子柒和微念曾是合作关系 后经历了纠纷和诉讼 最终达成和解 她不止没有改掉李子柒这个IP名 如今更是将自己身份证上的名字也改为李子柒 成为真真正正的李子柒了 李子柒回来之后 很多人好奇她接下来的发展方向 在李子柒消失的这几年 互联网上新人辈出 出现了很多模范李子柒的博主 面对这么多的竞争对手 网友好奇李子柒接下来的布局 李子柒本人也表示自己有三件事情要想去 一是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二是传承传播 废异传统文化 三是引导青少年 李子柒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她视频中的蜀锦便是在成都鼓鼠蜀锦研究所制作的 李子柒还给了研究所大量的镜头 也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蜀锦 据悉 蜀锦的制作工艺复杂 需要经过多道工序 包括设计 制造 染色等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李子柒视频的广告为价值不菲 但她却选择用来宣传蜀锦 也能看出她的用心 另外 李子柒的好友还透露 李子柒将在11月下旬参加央视大型融媒文化节目 中国汉府之夜 国风音乐盛典